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7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今天我们聚焦近几日在中国A股市场 疯涨的一只股票乙龄药业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莲花轻运胶囊的唯一生产商 来深入解析一下它背后的故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新一轮的新冠疫情的爆发 再次引起了对新冠治疗药物的关注 而中药莲花轻运被政府大力推荐之后 其背后的生产商乙龄药业的股价近期疯涨 连续几日涨停 股价屡破记录 总市值逼近600亿元人民币 成为中国最大的中医药集团之一 其创始家族手中所持有的股份价值 已飙升至317亿元 尽管美国瑞典等西方国家 在2020年对莲花轻运的有效性提出过警告 瑞典药品管理局说 我们还没有任何研究表明该药物有效 绝对不是我们推荐的东西 但是自今年年初以来 石家庄乙龄药业的股票已经飙升了87.5% 它在2020年疫情首次爆发后上涨了160% 而在最近的疫情中 北京再次认可了其新冠治疗作用 导致股价再次飙升 乙龄药业的股价在新冠疫情之前 一直徘徊在8元人民币左右 而周四收于38元 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周四下午 乙龄药业表示 莲花轻运作为三药三方之一 以先后被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所推荐 近年来北京在全球舞台上 积极推广传统中医药 国家媒体大肆宣传 乙龄药业在非洲和中东等国家 成功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但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警告说 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 莲花轻运胶囊对病毒有任何作用 并且提醒不要随便使用它 在中国 莲花轻运的一个版本 最初在香港没有得到卫生局的批准 但是随后 亲北京的立法者向香港政府施压 在香港疫情高峰期 对该药物的批次提供了豁免 一些中国企业向香港捐赠了 数十万盒莲花轻运胶囊 在上海的疫情爆发后 4月1日 乙龄药业向上海地区捐赠了 价值1000万元的莲花轻运 并且开始在多地发放 随着莲花轻运的走红 乙龄药业作为唯一的生产商 也从资本市场默默无闻 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关注的焦点 同时也改变了乙龄药业的净利润 增幅较低的困境 而莲花轻运的背后 是登上2020胡润全球富豪榜 身价210亿元的石家庄首富吴乙龄 随着近两年乙龄药业的股价业绩双双上扬 吴乙龄家族身价大涨 犹如万金油般存在的莲花轻运 最早诞生于非典时期 作为非典时期的专制中药 被认为对冠状病毒SARS 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具有抑制作用 而在非典之后 莲花轻运就变成了治疗普通感冒和抗流感的中药 无论是在业绩还是在资本市场都一直默默无闻 2011年至2019年 其利润从4.5亿元增长至6.1亿元 8年时间增长了2亿不到 年负荷增长率仅有3.7%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 在钟南山等中国权威的推荐下 莲花轻运的销量迅速攀高 2020年实现了销售收入42.56亿元 同比增长150% 基本占据了公司总营收的一半 莲花轻运作为治疗新冠中程药的三药三方之一 其产品在公立医疗端占据了39%的市场份额 是排名第二至第五位的四款产品的销售收入的总和 2021年中国疫情有所缓和 乙龄药业的收入和利润也随之下降 直到2022年新冠疫情再次爆发 作为乙龄药业的创始人 吴乙龄在莲花轻运的走红之后 也完成了自身的名利双修 2020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上 71岁的吴乙龄以210亿元的财富排名第251位 稳居石家庄首富 乙龄药业是典型的家族企业 从人物关系谱上来看 吴湘君是吴乙龄的儿子 吴端是吴乙龄的女儿 吴乙红是吴乙龄的弟弟 他们四人实际控制着公司 四人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2021年三季度 吴乙龄通过乙龄医药科技 间接持有乙龄药业31.5%的股份 吴乡君和吴端分别持有公司 20.81%和2.34%的股份 除此之外 董事会高管中多有吴氏家族的成员 包括十大股东中吴乙龄的哥哥吴乙驰 侄儿吴乡丰 姐姐吴熙珍 这两年他们通过减持套现 也都赚得盆满钵满 梳理现年71岁的吴乙龄和乙龄药业的成名之路 其中蕴含了四个关键节点 1977年出生中医世家的吴乙龄 考上了河北医科大学中医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省中医院 担任心血管科的一名内科医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通过对一位冠心病患者的诊断 确定了虫类药在冠心病心脚痛方面的疗效 并且据此研发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特处方通心洛 1992年吴乙龄在石家庄成立乙龄药业 1999年通心洛迅速走向市场 乙龄药业集团出具规模 2003年非典时期 吴乙龄团队开发出莲花青蕴胶囊 成为当时的热销药之一 并且使乙龄药业开始销有名气 2009年吴乙龄当选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而中医院士在中国实属罕见 2011年7月乙龄药业正式在深交所中小板发行 吴乙龄通过乙龄药业集团 持有乙龄药业14400万股 当时这些股份市值已经达到49.76亿元 尽管莲花青蕴带动公司业绩的迅速增长 乙龄药业的毛利率在60%以上 但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 最终落在手里的净利润却很少超过15个百分点 细究其原因 高昂的推广费用脱不了关系 相关数据显示 近5年 乙龄药业投入的推广费累计达到60亿元人民币 每年推广费接近销售费用的8成 今天下午 乙龄药业宣传莲花青蕴 已经在20余个国家注册并且实现出口 上海曙光医院院长房敏本周二说 面对极易传播的奥米克戎变种 我们应该尽快使用中医治疗 他表示 上海约98%的新冠患者正在接受中医治疗 但是根据很多被隔离的新冠阳性患者的字数 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只是在隔离点等待自愈 事实上 所有西方医学专家都同意 新冠的轻症或是无症状患者 不需要任何治疗就会自愈 拥有大量华人的新加坡政府在11月表示 临床试验中没有科学证据表明 任何中草药产品包括莲花清韵 对新冠有预防或治疗作用 新加坡卫生局强烈建议公众 不要成为毫无根据的说法的牺牲品 也不要散布关于中草药产品 可用于预防或治疗新冠的谣言 卫生局表示 如果需要缓解症状 使用普通的感冒药或是流感药物就可以了 而根据上海的官方媒体报道 上海市虹口区已经分发了 72万2000盒莲花清韵胶囊 作为居民的预防性措施 近年来 莲花清韵带来的营收 已经占据了乙龄药业的半壁江山 疫情的东风又能够再让乙龄药业红多久呢 近两年 莲花清韵销量迅速攀高 但乙龄药业的其他主力中药的收入 却一直起起落落 失去疫情的红利 以零药业可能将不再能够吸引投资者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